上海上海的媒体第二天 我们在林肯又看到了一台首发的新车 应该叫中期改款的林肯冒险家 我们知道冒险家是林肯国产第一款车型 说实话它的销量也确实不错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林肯的一个销量担当 而这款中期改款也来得比较的快 最主要的改变还是在设计方面 首先前脸它用了一个更大嘴的中网 用一圈的镀隔将它包裹起来 并且用了一个贯穿的灯带和中间发光的logo 和旁边之前的冒险家比起来 这个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一版的前脸应该说是和林肯Z 包括刚刚上市的全新航海家都保持了一致 应该说是林肯一个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 既然是中期改款 这台车它侧面的改动其实并不大 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紧凑的尺寸 车长大概4米6多 轴距2米7左右 这是之前老款车型的一个参数 新车应该也并不会有太多的变动 但是林肯做了一个悬浮式的车顶 会让这台车看起来更加的修长一点 这个是从老款到新款都保留下来的设计 这是老款的冒险家 看它的整个尾部设计还是很简洁的 而我们再看看这边的新款 其实变化并不大 它主要是把灯阻 它往下面来做了一个弯折 加入了一些灯带的处理 同时它把林肯的字母标变得隐藏了起来 藏在灯阻下面 而且我目测来看新款的贯穿式灯带 好像它的发光效果 它这种均匀程度也要比老款看上去更高级 内饰的变化 肉眼可见 用了一个大的联屏 这个是林肯Z的同款 不过它在屏幕的顶端这里 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曲面的设计 所以看起来会比那样一整块拉过来的联屏 会更有设计感一些 而这台车也是搭载了来自瑞威的音响 那这个是在老款冒险家身上就有的 方便盘也换成了一个两幅式的造型 看起来还是挺有美式豪华的感觉 另外这台车的座椅条件也是放在了门板上 我们知道林肯的座椅可以有很多项的调节 包括在一些高端车型上 它的两边的腿托都可以来单独的调整 不知道这款冒险家有没有这样的配置 那我们目前体验来说 应该它的腿托还是一个整体的调节 整个门板的设计也是很有质感的 有镀铬件 有这样的皮质包袱 包括这里的影响罩都处理的还算比较精致 中间这里呢 依旧是冒险家一直以来的按键式的换挡机构 但是这台车也是保留了一部分的这种实体的拨感 包括这个音量的拨感 我觉得这些实体按键的保留还是很有必要的 虽然说这款车用这样的大屏幕来解决一些车控的功能 但是在这种关乎安全性的行车当中 需要来调整的一些功能运向实体按键 其实是一个更安全的事情 冒险家呢本来就是一个尺寸比较紧凑的这种SUV 所以它的后排空间我觉得相对够用吧 并不算特别的宽敞 但是我觉得一般的家用还是很OK的 整个座椅呢 后排座椅的这个坐垫长度其实还不错 你看我坐在这儿 基本上大腿都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承托 再加上它的这个靠背呢 也是可以来手动的调整角度 所以对于一款入门的好品牌的家用SUV 这个表现还是相当说得过去的 其实冒险家呢一直以来它的优势都是它的性价比 那作为入门好品牌这种比较实用的SUV 之前老款的成交价一直都在20万元左右 那如果新款能够延续老款车型的一个实际成交价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有竞争力的 这种魅力的 我这是给大家 好